今天由我來開場 是因為我創位了 不是啦 開玩笑的 今天的工程比較多 Vik他已經先幫我拆了一些東西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工作進度 好 這是一個 有待加強的開場 好啦 我們今天要幫正一 開始把所有東西都用一用 用的東西會蠻多的 不會到多難 都是和大家分享過的 那要用哪些東西 來先看上一集 還沒看上一集的人 記得一定要先去看 才知道我們今天 重點施工是什麼 我現在是要把草洞蓋 全部都再拆卸下來 那今天就輕鬆一下 不用太自視 我們今天一樣先從床洞開始 床洞的整理影片 在我們的頻道已經分享很多 從澄清的老雷修復 到自己的老婆愛車 不管是哪一台 床洞的檢查是一定要去執行的步驟 雖然我們知道我們的粉絲 已經都會拆床洞了 但我們還是依然的會分享這部分的影片給大家 畢竟床洞是很直接會影響車子的動力 我相信很多DIY的初學者 你們最早都會先從更換機油開始 第二就會想要開始嘗試著自己拆解船洞 甚至改裝船洞 不外乎都是希望自己的愛車可以有更好的特性 其實以G5125 就X5125 然後 10吋版 可以跑到105 以前是110嘛對不對 對以前110 乾簽新車最高可以多少 就110 110幾 我覺得已經很好了 之前有拉過真的最高110幾啦 對這已經很好 而且 新車到現在如果都還可以維持105到110 代表你引擎其實都很好 嗯哼 動力都在只是這裡在受損 對阿因為你剛剛騎來 好燙喔 我剛才沒有注意到這邊好燙喔 對所以等一下我們要讓它冷卻一下 上一集我們已經有先確認要更換的零件 所以會有 菇利盤 楓葉盤 菇利豬 還有最重要的 皮帶 當然開閉盤的油風與環油 都是一定會執行的項目 像這樣的床洞整理 你只要固定每3000公里到5000公里 拆開床洞檢查一下或是清潔 當然如果有遇到受損的零件 你都可以考慮更換 基本上只要都有維持這樣子的動作 車子都會保有一定的動力水準 我們在吹油門的時候 皮帶會從 裡面開始這樣子一直跑 那你跑的時候過程中 如果開始有一點 這邊有凹下去的話 對 你的跑的皮帶會跑不順 你跑不順你的動力會闖不到後面 我們透過普利盤或是楓葉盤 就可以照這個人的騎乘方式就是 可以條條的流威手 因為都是後面在凹 對 所以你一定是這裡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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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啊有些人是中間會凹 代表是怎樣 他都很習慣定數 站某個數一起 所以從這裡就可以知道 一個人的騎乘方式是怎樣 這騙不了的 嗯哼 所以有些人都會跟我們講說 啊我都順順站啊 什麼學 我再一次看就知道啊 不要跟我說 你的順順站是 背照高照的順順站 你是啊 就是這樣 還是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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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啊這也是有差的啊 對啊 但這沒有所謂的對與錯 因為每個人的騎乘方式不同 真的 對 啊我們也不可能 要求客人說 你不要這樣騎 你只要不危害他人的安全 也不危害自己的安全 以安全為優先 你要怎麼騎都可以 因為本身車子 所有東西都是叫消耗品 只是你這樣子騎 那你的保養要不要做輕 要不要做稍微好一點 我說真的 你這台車 真的 到現在還有這樣子的動力 其實是 我說真的 我上次不是講 這幾年車 對啊 真的還不錯 我自己都覺得 真的啊 很好啊 真的很好啊 這個BOSS對不對 它的長度會有影響 G5的BOSS跟 超5的BOSS的長度是不一樣的 兩個大概只差 接近一個電片 一個電片而已 那個電片薄度大概 不到1mm 大概只有0.5mm到0.6mm 實際要稍微再量一下 不過那邊 筆記本都有數據 所以這個不能亂叫 超5的有超5的 然後G5 LEB1的有LEB1的 這不要亂叫 這一亂叫的話 對 會影響到你的 整個7層的感覺 然後有時候我們都可以看 可不可以跑 跑那個什麼 滿盤嗎對不對 要怎麼看 很簡單 你就是把這兩個頂在一起 你可以看 所以我就說 一定不可能跑滿盤 有沒有發現到 其實 它皮帶最高 就跑到這裡而已 所以你最高皮帶 就只能跑到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到 跟我們 跟這裡 已經差不多了 對 所以你已經跑到最高速了 那你要修改旁邊啊 讓旁邊怎樣 再往上一點 就是這裡的肉 再給它下去一點 它可以再吃進去 皮帶才會怎樣 再往上 可是這樣子有效果嗎 不一定啊 還要看你豬溝這裡啊 豬溝可不可以這裡 再推出來啊 豬子可不可以 再推出來一點 喔 有點聽不太懂了 有一點不太懂 但是好像可以想像啊 我這裡的豬子 把它延伸到這裡的時候 可不可以 再把它往上推 跑上去一點 就是 就是很像把盤 擠出去 然後我的皮帶 就會被擠上去 對 你要想辦法把這個盤 再往外面擠 對 那擠的話 一定是豬子要再跑 出來一點 可是 你豬子再跑出來一點 我剛剛有講的 最高就只有到 這個地方 對 你豬子再出來 有沒有用 不一定有用 我懂了 其實你已經跑到最上面去了 有沒有看到 你已經跑到最上面了 對啊 但是如果這個時候 皮帶是在這裡 代表你還有空間 對 還有一點空間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只要 你就只要怎樣 這邊不用修 修這裡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像剛剛那樣子 已經最高了 不用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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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怎麼樣 想要有更快的速度 想要有更好的尾速 就是要 換 普利盤 換整組的 對 換整組的 嗯 這個叫膽油 這是膽油的 很多人都會把這個拔掉 為什麼 你要去想啊 你如果今天把這個拔掉的話 你上面的油 油風裂掉了 油甩出來 沒有這個膽油 它會跑到哪裡 離合器裡面 對 一旦跑進去離合器裡面的時候 油會一直甩 甩 甩甩甩甩甩 甩到哪裡 甩到離合器皮的時候 這個皮就壞掉了 可是你看 你自己看喔 我們來我們來看 油有沒有甩出來 沒有 你可以看 如果今天你的油風有爆 這裡沒有裝回去 把這個 鐵片的這個 沒有裝回去 有些人真的會喔 換改裝的彈簧 不給你裝回去 你這裡會一整片 全部都是油 那你就整個 這個就整個爆銷 就爆飛了 對 看到這裡 有沒有覺得 傳動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傳動的每個零件 都有它的功能 而且都是 黃黃相控 有些人覺得傳動原理很難 但有些人覺得不會很難 但這些我覺得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 你有沒有去保養它 就像各位現在所看到的 我們正在保養開闢盤 更換油風啊 然後上好一點的環油 這些的施工項目 都是可以延長開闢盤的壽命 同時也可以避免環油甩出來 而影響離合器的狀況 當然剛剛前面影片有提到 膽油緩是很重要的 記得你都一定要安裝回去 最後的安裝流程 在一些企劃上 我們都有和大家分享過了 我們一樣都還是會放上連結 有興趣的車友們 你都可以去觀看與學習 不過一定要考量自己的能力喔 畢竟我們也是一直強調 DIY都是有風險的 所以如果你確定要開始自己 嘗試著去施工 拆解床洞等等一些 你務必都一定要考量自己的能力喔 這點起步都會覺得 有點小小的鈍 加上就是起步到 一個穩定的速度的時候 之前都會很慢 然後再加上有點鈍 真的很鈍 現在是很順 每一次幫人整理完床洞 從他們的口中說出 車子變順變好奇耶 臉上是一種藏不住的喜悅 我每一次看到 內心都會浮出一句話 一切都值得了 也很謝謝你相信我 這一集的傳統整理 我們只是把有問題的零件更換掉 然後順便保養一下開閉盤 說真的 整修的項目其實不會很多 但所帶出來的效果 確實如此那麼的大 我相信你們聽到正義的說法 應該也有感受到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也很感謝你們收看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哈囉大家好 我是ManyMade 嗯 大家應該是來看ManyMade的 感 Jupiter